如你所知,2018年蓬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而在明年,蓬改政策更是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悉,2018年10月25日,住建部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座谈会,研究2019年蓬改政策,地方层面,安徽、江西、山东、四川、贵州五省和各省一个城市代表参会。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出席会议,针对2019年的蓬改政策,会议明确了几方面内容。 一新三年蓬改计划必须实施,但蓬改项目必须区分收益与融资能否平衡。 二蓬改货币化不搞一刀切,三政府购买蓬改服务模式取消,但鼓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对收益能平衡的蓬改项目继续贷款,四融资一发行蓬改专项债为主。 一、今年10月8日的国产会表示,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新的三年蓬改计划, 都筑各地加快开工进度,加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所谓新三年蓬改计划,就是2018年到2020年,将改造各类蓬库区1500万套。 今年二计划完成580万套后,2019年、2020年,还要完成920万套,年均460万套。 目标上相对有所降低,相应地,融资压力也会减轻。 有的地方就反映,之前已经蓬改了一部分,剩下的如果不实施蓬改,维稳压力大,风险高,所以必须积极推进。 在此之前,蓬改范围有所扩大,有的地方将蓬改政策覆盖范围扩大到电置镇,有的把房龄不长,结构比较安全的居民楼纳入蓬改范围等等。 本次会议重申,严格把好蓬改范围和标准,重点改造老城区内藏乱差的蓬户区和国有工矿区,邻区,砍区蓬户区区,但是要区分收益能否平衡。 这主要为发行蓬改专项在做准备,蓬改项目的收益主要来自于蓬改藤挪出来的土地出让收益,因此和地价、房价、拟欠相关,一二县城市的蓬户区改造项目可以平衡。 但三四县城市,县城将难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这么破,二,在过去三年,蓬改和区库存的结合产生了蓬改货币化阿治, 货币化阿治在蓬改中的占比率一路上升。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2014年蓬改,货币化阿治比例为9%,2015年为29.9%,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8.5%, 据市场机构测算,2017年达到了60%左右。 以下为蓬改货币化的具体操作,相当于央行的水龙头直接直接入房地产。 货币化阿治的快速推进造成了三四五间城市的房价飞涨。 所以会议明确,蓬改货币化阿治政策不搞一刀鞋,要因底质疑,因成失策,一成一策。 今年政策已经调整,商品书房供需紧张的是,铁,要进一步降低货币化阿治比例,明年还将继续。 近几个月,新增PSL规模有所下降,水龙头已然凝紧。 三,此前,政府购买蓬改模式,是蓬改的主要方式。 所谓政府购买蓬改服务,是指由政府主管部门,通过法定招投标程序。 于市场化企业主要是成头,不再迎接名单,签订政府采购服务合同后,由市场化企业与银行进行融资。 政府根据合同约定,本期向企业支付政府采购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投资,经常还银行贷款。 具体如下图,政府购买蓬改模式是蓬改的主要方式,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成头已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向银行质押融资,相当于政府对相关蓬改融资兜底。 财政部2017年印发的财誉,2017-87号文成,严禁将建设工程与服务大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严禁将金融机构,融资租赁公司等非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行为,耐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但蓬改是豁免的范围。 不过,2018年的一系列调整,已意味着政府购买蓬改服务可能有所变化。 一是,财政部宁波专员吧,今年5月10日的一篇文章称。 主要资金筹集于银团贷款和政府购买服务的蓬户区改造作为隐性债务的一大来源。 同时,新一轮蓬户区改造继续按计划推进,任务指标层层分解。 在还旧债、空心债的双重任务下,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和债务化解压力。 财政部专员吧,蓬改贷款成为隐性债务的一大来源。 二是,财政部宁波专员办建议,蓬改业务的融资存在多种方式,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实际操作中,政策性开发银行要求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必须列入当年度全国蓬改计划。 而其他类金融机构则要求不一,容易造成政府债务的剧增。 建议量入为初,严格管控和压缩政府购买蓬改服务的融资模式。 财政部专员办建议,未来压缩政府购买蓬改服务融资模式,取消货币化安置应性比例要求。 三是,6月财政部公布政府购买服务,征求意见稿。 这,政府购买服务合同旅行期限或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一年,部分可是倒点厂,最长为三年,而蓬改项目时,长一般都超过三年。 本次会议直接指出,2019年政府购买蓬改模式取消。 但股立国开行,龙八行对收益能平衡的蓬改项目继续搭款,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对蓬改项目融资都抵,也就不会新增隐性债务。 但是,承接蓬改主体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如何确定? 蓬改项目收益是通过土地处让收入返还,还是其他方式实现尚不清楚? 四,关于融资,先提供粮足数据。 一,在政府购买蓬改服务的模式下,资金主要国开行、农方行的贷款资金。 2017年,国开行、农方行发放蓬改贷款,分别为4273.9亿,8800亿,合计1.3万亿左右。 二,在2018年,蓬库区改造专项债问世,无论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蓬改专项债,发行3100亿。 按照本次会议要求,2019年蓬改融资,以蓬改专项债为主。 那么,蓬改专项债的规模将大幅增加,2017年先增专项债0.8万亿,2018年1.35万亿, 2019年有可能增加至2万亿以上。 但考虑到专项债,不可能全都是蓬改专项债,蓬改融资还存缺口。 此外,由于三次县城市及县城,难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支求平衡,部分县市债务率超标,不可能分配到新增专项债,所以会提出了另一项解决措施。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